2023年9月低端港南集英社 今天來到倫敦以北的一個小鎮 叫做聖摩坪 這個地方以天主教教堂做一個地標 為什麼我會選擇今天來呢 因為以前留學的時候 即是黑歷史的時代 我在campus 裡面 如果真的好悶好悶 就會跟一班同學來這裡 走回半年了 屈指一算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 今天就是二十年後 重遊聖摩坪的日子 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 訂閱、分享、留言 今天將會介紹 這個小鎮有什麼特色 這段聖摩坪的影片 簡例小李爸爸的Melody 做背景音樂 因為這段影片 是所謂的 回顧黑歷史 即是留學時期 而留學時期 經常會跟一班同學 聚在一起 唱這首小李爸爸的 所以這首歌 為這首Melody 就成為我們大家的集體回憶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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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的毛公仔 挺有趣 還有八爪圓 好看 好看 這個就是 阿奔的美食街 絕對是有電供應的 有印度菜 土耳其菜 西班牙菜 米巴嫩菜 也有中餐食 那如果中餐好不好 就在油之前 這才是美食車 好買了一個海鮮飯 感受一下市場的氣氛 祝近夏天的米巴 趁九月底 在戶外喝多一次啤酒 非常之別出心裁的照明系統 這個最特別 衣車上有一個燈膽 二十年前 我記得在這條街 不知道哪個牌子附近 有一個阿叔 就拿了整個車 來買新鮮牛肉 我們當然 學生就主力吃過期肉 新鮮肉 當然就不會去買 但我記得它的特色 一做不成生意 就會吵嚇嚇嚇 先來聖Peter Church 走一會 因為它的地上 是有一塊墓地的 象徵著我中學的成績 有一個作為 而且被永久蠻藏 接著就來賴康蘭 聖Orban 最大的地標聖Orban Cafedro 它是提供了一些 兼職的宗教理會 課程給大人 但如果你是沒有宗教信仰的話 都不要緊 只看建築 尤其是牆上的雕刻 非常之精緻 所以其實都是這裡 聖Orban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特色 身後這個鐘樓就是聖Orban 另外一個地標 遊學 當時見到他 已經對他印象非常之深刻 不過遊學之前 香港的學術家 認為我完全沒有機會在香港讀書 應該是沒有資格在香港讀書 儘管語文上有很大的進步 也是找到我擅長的方法 不過交易街 就用一個評分標準 很主觀的方法 否認我兩年的努力 這兩年就這樣沒有了 是年輕人的兩年 就這樣沒有了 慘過坐牢 回到家還要求家人 搶時間的提樂和責備 接著才來到英國留學 而且也沒有機會發展到我擅長的方法 所以這一次的留學 是一場黑歷史 沒有值得高興的 這個拱門當然應該沒有 進去逛逛 還有一個露天茶座 相當之優雅 身處這個地區 叫做Matic 應該是一些比較時尚高級的店舖 就是TV & Movie Store 這檔要進去看看 這檔要進去 如果大家喜歡電影或足球的話 一定要參觀Galamiya 如果住在倫敦 但又覺得太悶了 不知道去哪裏 我這樣可以 花半天上來聖哥哥民 走一走 都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影國移民資訊